为啥老一辈人因为穷经常吃咸菜,却很少高血压、癌症? 告诉你答案,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几乎成了老一辈人餐桌上的常客。 他们简单、易储存,且能为简朴的餐食增添几分风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意识到咸菜中的高盐分与高血压、癌症等疾病的关联。 但令人不解的是,老一辈人尽管经常食用咸菜,却似乎很少受到这些健康问题的困扰。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随着中国高血压和癌症发病率的显著上升,健康问题成了无法忽视的焦点。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2015年已有超过2.45亿的18岁以上成年人患有高血压。 更严峻的是,到2020年,癌症相关的死亡人数高达239.78万,使得癌症成为了中国的主要死因之一。 这样的统计数据令人警醒,但如果回顾我们长辈的生活,会发现他们虽常食用咸菜等高盐分食物, 却罹患这些疾病的比例远低于今天。 在过去,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体力劳动是常态,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劳动者。 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帮助他们消耗掉食物中的多余盐分,还有效增强了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例如,一项对上海市50岁及以上居民的研究表明。 体力活动水平高的人群,其生活质量普遍更好,显示出活跃生活方式的直接益处。 除了体力活动的益处,我们的长辈们的饮食结构也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咸菜等食品的盐分较高,但他们总体的盐摄入量控制得相当合理。 这是因为他们的饮食中还包括了大量的粗粮和蔬菜。 这些食物不仅富含钾,有助于平衡体内的钠含量,还能通过促进尿钠排出降低血压,从而减少高血压的风险。 相比之下,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今天的饮食更加精细,主食多为百米和百面。 这减少了钾的摄入量,并影响了体内钠的排出。 现代饮食中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比例也大大增加,导致了整体盐摄入量的上升。 据报道,中国居民的平均盐摄入量远超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五课的标准,这无疑增加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 鉴于这些潜在的健康风险,适量食用咸菜显得尤为重要。 控制咸菜的摄入量可以显著减少盐分和潜在致癌物的摄入。 此外,采用低盐或无盐的腌制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咸菜中的盐分含量。 同时与新鲜蔬菜搭配食用不仅可以平衡咸菜中的高盐分,还能增加菜肴的营养价值,使餐桌更加健康。 癌症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而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是因为烟草烟物中含有本病皮、亚硝岸等多种已知的强制癌物质。 长期吸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远高于非吸烟者。 酒精也不容忽视,酒精在体内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乙泉。 这是一种已知的致癌物与肝癌、食道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物理因素,如紫外线和各类辐射也是致癌的重要因素。 长时间的日晒是皮肤癌,特别是黑色素瘤的主要原因。 而电离辐射,比如X射线和γ射线,能直接破坏DNA,增加了白血病、甲状腺癌等疾病的风险。 在生物致癌物中,某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不容忽视。 人乳头流病毒HPV是宫颈癌的主要原因。 而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则与肝癌密切相关。 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与胃癌的高发,有着直接的联系。 遗传因素同样在癌症的形成中扮演了角色。 家族性癌症,如某些类型的乳腺癌和结肠癌, 通常与特定的基因突变相关。 例如BRECA1和BRECA2基因突变显著增加了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除了这些因素,日常生活方式也与癌症的风险密切相关。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和肥胖都被视为增加癌症风险的因素。 高脂肪和高红肉饮食与结肠癌密切相关, 而缺乏体育活动和肥胖则与乳腺癌。 结肠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 癌症的发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通过改变可控因素, 如戒烟、陷酒、保持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体重。 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患癌的风险。 无可否认,吸烟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关联, 包括肺癌、口腔癌和喉癌。 而酒精作为一种化学致癌物, 其代谢产物以权也被证实与肝癌和乳腺癌等有强烈的关联。 因此,戒烟和控制酒精摄入量是降低癌症风险的有效方式。 建议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 如水果、蔬菜和全穀物。 这些食物有助于减少癌症的风险。 同时,减少高脂肪、高糖和加工肉类的摄入。 这些都是已知的癌症风险因素。 地中海饮食模式以及丰富的植物性食物和健康脂肪如橄榄油而著成, 也被认为可以降低乳腺癌和结肠癌的风险。 研究显示肥胖与多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包括结肠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等。 通过健康饮食和定期运动维持适当的体重, 可以显著降低这些风险。 定期进行身体活动是降低特定癌症风险的另一有效方法。 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下是皮肤癌的主要原因。 使用防晒霜、穿戴防护衣物和尽量避免在日照强烈时段外出, 都是有效的预防措施。 接种疫苗预防与癌症相关的病毒感染也极为重要。 如人乳头流病毒HPV疫苗可以显著减少宫颈癌的风险。 最后,定期体检和癌症筛查是提高早期发现和治疗癌症的可能性, 从而显著提高生存率的重要措施。 例如,定期进行乳腺癌、结肠癌和宫颈癌的筛查是被推荐的。 现代医学为我们提供了多种有效的癌症早期筛查方法, 使得及时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 对于乳腺癌,建议所有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进行一次乳腺木把检查。 这种X光检查可以帮助医生查看乳腺内部结构,及早发现异常。 对于那些携带BRECA1或BRECA2基因突变的高风险女性, 除了常规的乳腺木把检查外, 每年还应进行一次乳腺磁共振成像MRI, 以提高检测的敏感性。 宫颈癌的筛查则侧重于宫颈刮片、Pep smear和人乳头流病毒HPV检测, 建议21岁至30岁的女性每三年进行一次宫颈刮片检查。 对于31至65岁的女性, 则推荐每5年进行一次宫颈刮片与HPV联合检测。 这种联合筛查方法能更有效地预防宫颈癌。 结肠癌的早期筛查建议从50岁开始。 通过每10年一次的结肠镜检查, 或者每年进行一次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 结肠镜检查能直接观察到结肠内部的情况, 及时发现并移除吸肉或其他异常组织。 肺癌的筛查主要针对有长期吸烟食的人群, 特别是那些50岁级以上前有30年以上吸烟食的人, 建议这部分人群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CTU的扫描, 以检测早期肺癌。 对于前列腺癌,建议50岁以上的男性每两年进行一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血液检测。 尽管PSA检测有其局限性, 但它仍然是目前监测前列腺癌的一个重要工具。 胃癌筛查则主要针对高风险人群, 如长期幽门裸杆菌感染者。 建议从45岁开始进行定期的胃静检查。 肝癌筛查推荐对乙肝、饼肝病毒携带者或其他高风险人群, 进行每6个月一字的甲胎蛋白F检测和肝脏B超检查。 食管癌的筛查, 建议针对有食管癌家祖史或长期高风险生活习惯如吸烟和饮酒的人群, 每2到3年进行一次内静检查。 这些筛查方法的共同目标是尽可能早地发现癌症, 当治疗还相对简单,成功率更高时进行干预。 定期的癌症筛查对于增加癌症治愈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同时也是维护健康、延长生命的重要手段。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不仅可以提高生存率, 还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和干预, 显著减轻治疗的侵入性和成本。 每个人都应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家族病逝, 与医疗提供者一起制定适合自己的筛查计划。